我们现在看到这是有趣的唱票过程 人们在清点选票 有网友说 香港离台湾不远 一张机票的距离 台湾离香港不远 一张选票的距离 这次台湾大选 很多香港人乘飞机到了台湾 他们用各种形式表达他们对民主自由理念的渴望 和对台湾民众的提醒 这位台湾朋友 看到一位香港朋友站在这里 香港朋友举牌写道 我是香港人 请用选票守护台湾 我们只能示范一次 这位台湾朋友激动的和香港朋友拥抱了起来 表示感谢 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中国大陆的官媒 在台湾大选之前 鼓足的劲力在挺韩国瑜 他们声称韩国瑜人气碾压民进党 那么结果怎么样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在台湾大选的前夜 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 在选前之夜大酸中共 苏贞昌说 连自己的猪肉管不好 还想管台湾 我们现在看到的图片是 2020年1月10日晚间 民进党在台北市 凯达格兰大道举办 团结台湾民主胜利之夜 参与民众高举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的旗帜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啊 就在选举投票刚刚开始不久 有人发了一张图片到网上 他将韩国瑜的三个字打了出来 然后他要将韩国瑜三个字的 首尾的偏旁部首 裁剪下来 组合到了一起 看看 韩国瑜的韩字 第一个偏旁部首 和最后一个偏旁部首 合到一起 我们大家看看 是一个书字 他呢就告诉网友们 韩国瑜在这次大选中 必书无疑 现在看的画面是日本东京都 当人们听到参与文连任成功的时候 人们在街上欢呼这一喜庆的时刻 我们现在看到的图片 是有网友将人称拘结的两幅照片 发表到了Facebook上 同时他还留了一段文字 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他这段文字写到 参与文发表圣选宣言 大会上一个小的气节 蔡总统衷心感谢陈菊 称她为永远的大姐 人称花妈的陈菊大姐 在台上一脸微笑 幸福满满的样子 香港人也许不认识这位 很有腹像的大妈 贵为总统府秘书长 当年的她不是这个样子的 愤怒热血年轻有冲动 1979年 她因美丽岛事件被捕 美丽岛事件的起因是一本 争取民主人权的杂志 美丽岛因发起游行示威 而与军警冲突 最后被当局出动装甲车 及催泪弹镇压 似曾相识 陈菊之后被判刑六年 台湾的民主就是这样一路走来 民主党 民进党 由街头政治暴动犯 变成岛内最大的反对党 再成为执政党 再成功二次轮替 完成党内改革及转型 如今蔡总统的温柔和理性 执政风格也归因于台湾民主体制的成熟 祝愿台湾民主进步 我们现在看到蔡英文赖清德团队在庆祝他们的联选成功 我们看到赖清德旁边的这位女士就是蔡英文感谢的这位菊姐 我们看到当得知连任成功 蔡英文在他的脸书上发表了一副图片 上面写道感谢全体台湾人民 我们一起守住自由与民主 全世界都听见我们的声音 明天开始我们团结一起克服新的挑战 还有个有趣的消息 这个消息是说在大陆微信上发生的一件事情 在微信上有人留言说 蔡英文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消息传出之后 群里的一个粉红纷纷不平地说 台湾只有两千多万人 应该全中国十亿人都来投票 然后他的微信就被封号了 可见呢 这个现在的大陆对台湾的选举呢 是近若寒蝉了 有网友在Facebook留言写道 香港朋友我们没有辜负你们的示范 台湾人挡下来了 香港加油 我们看到还有网友留言说 台湾有530万人仍殖民于选择调臭 他的意思就是提醒蔡英文总统别掉以轻心 在维护台湾民主主权自由之外 还要考虑如何让台湾发大财 我们看到这当然是网友对蔡英文总统的这个善意的提醒 我们现在看到的帖子是大陆网友 发到脸书上的 这位大陆网友啊 翻墙祝贺蔡英文连任总统 同时呢 他也有一些希望了啊 为民主为自由继续打拼 五星期滚出台湾等等 还有人呢发到脸书上这样一个帖子上面写道 韩国瑜你高雄狂书蔡主统48万余票 你怎么还能厚着脸皮回去上班不发表辞职高雄市长声明 你就等着成为有史以来被罢免的市长吧 还有网友啊在脸书上写道 这次中国国民党大败 原因是中国因素 亲中卖台中被台湾人唾弃 台湾人无法接受 找外国人来欺负台湾人 再来一次台湾人会再唾弃一次 国民党你再卖台看看 还有网友留言道 得民心者得天下 台湾人民用行动证明一切 依告诉中共暴政崩溃瓦解的倒计时 祝福台湾人民胜利 民意就是社会走向的趋势 现在看到是推特上有人把两幅图片拼到了一起 同事和李渊写道 台湾2020大选结果 于是说是民进党的胜利 不如说是共产党的失败 是共产党台湾政策 香港政策乃至东亚霸权政策的失败 国民党是否明乎此理 蔡英文敢言 我们的主权和民主被大声威胁的时候 台湾人民会用更大的声音 喊出我们的坚持 他说这次选举结果 揭露了一个重要的意义 有人在脸书上还写道 蔡英文总统有能力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 有能力搞好台美关系 有坚定意志与认知 扛起反共救国的重任 民主民生民权至今关系着中国大陆的生子攸关 救民于水火 拯救国家于危难 中华民国站稳台海 历史的选择就在今日 台湾需要一个搞好经济的总统 而中国需要一个开拓未来的总统 我现在看到的画面是另一个投票站的投票室的情形 亲爱的国人同胞 大家早安 新年快乐 国际社会的变局跟挑战 将会更加的严峻 现在就是我们的社会要重新凝聚团结的时候 感动是真的 超可爱的说 曼鲁 你们叫哥哥 你好 你好 参与公共事务是一回事 但是关心公共事务又是一件事情 那我也希望我们年轻人越早 越关心公共事务是越好的 能够早一点开始 多听听不同的声音 然后表达 感谢观看 这个是最好吃的 一定要说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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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吃 在日本没有这种食欲 对 因為這個運輸比較困難 這個要到台灣來吃 希望日本人到台灣吃吃家 非常好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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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你一個句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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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很感動 總統剛剛說了 福家我喜歡你 我也喜歡總統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我也希望福家可以把台灣帶到土耳其 讓更多的土耳其的人 了解台灣 喜歡台灣 然後到台灣來玩 謝謝 謝謝蔡莊 很高興我們有福家跟我們在一起 辣椒 我們自己水上了 漂亮啊漂亮啊 這鳳姐的故鄉啦 對 對 先鼓勵 先鼓勵 對 對 喔 總統專業喔 這個鄰居講了一句 就是說他們要有一個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那 這個時候你就看到一個很堅定的總統 站在電視機前面說 這個不是我們可以接受的